大家好,我是王群光医师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ADHD注意力不集中过动症的自然疗法 所谓注意力不集中过动症 它就是英文 Action Dificic Hyperactive Disorder的缩写 叫做ADHD 我们来介绍一位九岁的小朋友 他是很严重的ADHD 所以他注意力不集中以外 散开会导弹 还有平常会暴怒动手打人 一个学校几乎每个人都被他打过 一间小学校 他也被家属带去看过精神科 身心科 有吃过利他 还有各种药物 可是都没有什么效果 他到我们诊所的时候 我们给他做老婆 发现他老婆好异常 经过五个月的这个治疗呢 他那老婆就变成正常的老婆 就变成正常的老婆 大家看 这些异常的老婆全部都消失了 这个才是正常 这些都是异常的 其实过动症 就是一种脑细胞过敏的疾病 它跟这个皮肤过敏 鼻子过敏是完全一样的 脑细胞过敏 它不但会引起过动ADHD 同时它也会引起这个妥瑞 强迫症 还有各种情绪控制不良 这个如果每一种都有一点的话 就会造成很严重的这个精神性疾病 有过动症的小朋友 将近百分之百都有这个肠肉 肺肉脑肉 就是Leaky gut Leaky lung Leaky brain syndrome 我们这个是黏膜 长黏膜肺黏膜 长黏膜肺黏膜 它这个蛋白质是不会跑到身体里面去的 只有氨基酸才会被吸收到血管里面 可是呢 这个有过动的小朋友 通常都是蛋白质 大分子的蛋白质 是一种过敏炎会跑到这个血管里面 它不但跑到血管里面呢 它也会跑到这个脑里面 这个是血脑胀壮BBB 会穿透血脑胀壮壮 穿透血脑胀壮壮以后呢 这个身体的免疫系统 就会出来这个帮忙作战 就好像一个国家 有敌人入侵了 免疫系统 士兵就会起来打仗 如果这个作战的战场是在这个控制 肌肉的这个脑的话 就会产生妥随症 如果是控制情绪的脑 就会产生过动症 我们来探讨一下脑坡发生异常的原因 这个过敏炎跑到脑部以后呢 白血球 Macrofetch 即时细胞就会冲进到脑部 跟这个过敏炎 绿色的过敏炎打合起来 然后它就释放出这个化学物质 Cytokine等等 不要消灭这个过敏炎 同时也会波及到这个正常的脑细胞 正常的脑细胞就放出这个高频的1320以上的这个脑部在喊救命 这个就是喊救命的脑部 我们是怎么样治疗过动症的呢 用自然疗法治疗过动 其中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呢 就是抽血找出过敏炎 避开过敏炎 第二个重点就是修补肠被拿捞 第三个重点就是排掉体内的酸跟自由剂 就像这位小朋友 我们跟他抽血 发现他哇 你看牛奶 有重度的过敏 重度 重度 轻度 他蛋也有过敏 那么其他比较少一点 那么他在这个小麦也过重度过敏 我们一定要让他这个重度过敏的东西绝对要避开 不要再吃到这些东西 那么其他中度轻度的就可以吃 还是要尽量少吃一点 或者要轮体四天吃一次 第二个重点呢 就是说我们要给他足够的细胞的原料 可以把这个肠肉肺脑脑脑脑同步修复完成 修补股脑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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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 这个细胞膜都是脂肪做的嘛 吃了足够的好的脂肪 就会把细胞膜修补好 把不正常的黏膜 变成正常的这个黏膜 过敏炎再也不会跑到细胞里面去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 几个月 就让这个脑细胞全部都变正常 所以家里有过动 妥瑞 强迫症 各种情绪障碍 小朋友的家长 你们不用担心 只要能够按照我上面讲的方法 来做一个处理 就可以得到很大幅度的改善 谢谢收看